十一之前黑人是拿过的 对 而且就是他对阵到重的那一场比赛 还输掉了 但是这种情况属于很少见的现象 你基本上你跌倒了一次之后 你不会再跌倒第二次的 对 看一下两个人的班图啊 刚才我们所说到的这个十一成 会不会在这局当中中就直接给他半掉 还有北海渔场 黑人在继续台湾赛跑这么好的成绩的情况下 呃 重 在这一场途上跑这个成绩的情况下 我觉得黑人大概率可以给他半掉 然后黑人的老街工地也放不出来 看一看 都比较的严肃啊 当然啦 去门票站嘛 来了 先半掉了原油天赋 紧接着是恋恋牵羊 哦 这一张恋恋牵羊 昨天的望也是这样针对的重 是的 重还是选择半掉了十一成 还是同样黑人最后一半 那这样老街工地没半掉 北海渔场还是得半 这两张图确实半掉了 老街工地我觉得在第一轮比赛场上面应该不会上 看情况吧 除非你的是大比分嘛 对吧 如果是小比分的话应该是不会上了 需要同车的情况下我觉得都可以上了 而且你说盈俊反打其他图 我们也看过了反打长城的 反打西部的 或者是西部抢分的 但其实他都没有稳赢的这个概念 是的 很难啊 毕竟你要面对到的是机甲 而且这一场比赛 是关乎于第一个总决赛的名额 对于他们两个而言都得 把自己的所有的潜力给迸发出来 是的 来到首都广寒先进 两两竹竹心 这张图在本地亚洲杯当中 境外赛区的选手跟中国道路赛区选手理解 可能是会有一些不一样的 因为基本上在我们这一边啊 选出来这张图就是打的序列未来 然后竹心 而且稳定前发 对 包括solo当中大家也是比较默契 来吧 先看一下两边的起步 端空飘落地 开弹起过后 中的这个路线比较靠左侧 但是这边直接转过来 好法不一样 但是中的这个暴力拖飘了 拖飘之后又点了刹车 调整一下路面 中这一张图的 这一个点呢 两边点啊都有 都有点惊现 昨天也是啊 翻圈过来 黑人现在领先0.2 黑人这0.2的距离 要看这里飞跃跳台之后 对于西点 调整的调整 路线 哎呦 中下去了 但好在复位 是在复位 到了左边近点 是的 而且复位的比较快 但是1.7啊 也是不好追的 太广海了 已经很难了 可太难追了 这里第一个加速带 撤到了 落地 但第二个加速带 没踩到 还好落地拖了一段 不有 但是氮气给断掉了 这断了之后 WCW喷 在空中 再开个氮气过后 追到了0.8 没关系 他只要 不跳 对 只要不跳水 这0.8是绝对够不到的 嗯 从左往右拐 路线没问题的 还有ECU 顺色ECU 递过来CW 我们得恭喜黑人 恭喜黑人 1分25秒06 哇 把重的手图给抢下了 但这个赢的方式啊 嗯 其实黑人也熟悉 以及包括重也熟悉 他在这一届的亚洲杯当中 他的稳定性 确实就是一个大问题 嗯 我觉得重主要是在很多 关键点上面 他确实想要去做极限 能够看出 他是有这样子操作的 但可能就是因为自己的操作 太过于着急 导致了这局比赛就没了 他可能是在困战阶段 嗯 再面对到不同的 不同的实力的对手的情况下 他会做极限 但比如说像昨天他打网 嗯 他有赛事优势的情况下 或者说在有一定能够优势的情况下 他怎么稳定 就是想要以最稳的方式赢下比赛 对 这甚至于弹胜点啊 换成小嫖双杀这样的操作 他就是一直都是这么做的 我觉得这个很正常 对吧 你看像昨天咱们看到 风仔的赢青 在那场叶鸣沙都上面的对决 也是一样的 很多弯道都是去做防守式的跑法 不会那么激进 也要看距离 对 不一样 就是像风仔他们那样子跑 除非距离很接近 除非距离很接近 不然的话他们也很少会去 做这一种 就是求吻的跑法 除非啊 就是一般赛点局 或者局点局 嗯 但这可能就是风格的不一样 首图被黑人先拿下 那 中再来进行选择 他的地图池其实会有一点点 有一点点深 或者说他选图方式会有点不一样 中的图池太多了 昨天就已经看到了 他什么图都能选 而且他的用车也很多 像梦惠鼓鼠啊 以及一路向前啊 庆仁春新梦游乐园 这些图都是他爱倒的 甚至于正样 还有一点雪山这边 雪山可以 雪山在近期的比赛场上面 几乎每一轮比赛都会有 因为他的同车性 包括说在开局中段的一些对抗 其实是非常好的 包括像花楼下海 赛段都是充满了很多对抗的 来看一下 第二局选择到了西湖 先看起步 起步双侧要挤一下吗 不挤 但是重在双侧往右边 往那道站住的那道 是的 小飘过来 重有点打滑 黑人路线有点歪 但是他已经调整回来了 但同样还能够影响一下 影响一下重的路线 这一个 重小转内道 他把自己给拿强了 是的 那这局比赛危险了 2.8的差距 前半段 黑人又要直接进入到第二圈了 这里没有什么太多的失误点啊 哇 今天的重 上 上场的这个状态稳定性 有点不如昨天啊 反而是黑人 状态很好 手也很稳 他很清楚的知道自己在操作什么 想要找什么样的路线 哪怕是有一些路线歪的情况下 他也能进行调整 是的 2.4的差距 在第二圈 是完全不可后追距离 后追不了了 小飘 再来一个点飘 这一段路 只要能过来 那就只剩一段直线了 可以恭喜黑人 1分15秒49 拿到了第二局比赛的胜利 2比0 2比0的开局 而且是两张同车图的2比0 这上来这前两局感觉这个状态啊 是我看到过黑人在这一届要求被当中最好的状态 是 虽然说跑的成绩并不是很快 但是他稳 这两场比赛很稳 打solo 能一些感受到他在起步上面的这种状态 起步吧 虽然说涨不到太大的优势 或者说重能先冲出来 但是黑人跟得好 他其实就把solo当中第一要素给做好了 那就是稳定 稳定的同时 再看看重的表现 如果说两边比较接近的情况下 那我觉得到那个时候黑人 就会把他挤进去提上去了 在刚才上跳板的时候 其实重路线要比黑人好 但是黑人凭借着前车的这种优势卡位 把他路线挡死之后 下一个ECU的弯道想要反超的同时 看这个弯道已经被挤住了 你可以看那个回放 是重想要主动去挤黑人的内道 但是挤的这个路线对吧 判断失误了 因为已经跟住黑人的车轨了 再去飘移的话 他直接就让他停住了 他飘的太早了 这完全是自己的失误 雪山这么早就打出了雪山 打什么车20点 双星黄 这一张图中的稳定性也是 完全都不是很高 但是如果说跑吧 他能跑很快 是的 这次起步两个人贴得很近 下面挺好玩看起没满 他这个卡器卡的才会轻了一点啊 水一点过来 这个弯气造成了0.3的差距 是的 看我迷信了 直接看完弹射 黑人可以慢慢跟在后面看着这种操作 等他给机会 对 先看一下 这几个弹射黑人做的都很好啊 完全不着急去操作 0.1了 逐渐拉近 落地断空下来之后 落地想要挤吗 来个进肩 内道 反超 下面这个右弯 还是要弹射 抬一下双杀 但是这个内道被重给挤回来了 哎 不卡气吗 黑人 一管弹气跑 那这样的话 在这个直线还得再卡一下呀 哎 卡了 但也没有等到被动 没有等 没有卡到神的被动 发弹延续 没有问题 两个都跳起来了 看接下来的路线阴管 黑人路线比重更好 下面ECU点可以卡位 卡吗 没有卡到了 外卡内 ECU挤过来 3CW 黑人挤过来了 还是完成了抽现 黑人再次反超 0.01秒的差距 18秒84 恭喜黑人 3.0 这个ECU点的外卡内被它卡成了 哇 这就是像两个人 刚才同样都是在后置位的卡位 都反超了 但是第一个反超是因为黑人的路线比较靠右侧 所以被重了反超过去 来到这终点线前的这个ECU释放之后 就很明显这个速度也不太好 他bill出去的路线应该是没有那么好的 没有比黑人好 然后导致下一个弯道内线被黑人给站住了 而且他那个直线的点看着车身像是往左边拐过去了 就把整个内道全让出来 然后ECU的这个收益也没有黑人好 主要还是在场延续下来交能的快速 是的 快速的路线黑人比重明显要好不少 那个快速就要快大概0.2了 这开局3比0 这对于重来说啊 有点难以接受 而且前期全部都打了也同车 同车图为主的话 黑人也并没有那么大的压力 今天整体压力感觉还是有点小的 而且反而是黑人在主动对重反而起进攻 开局虽然重是起步很快 而且黑人因为一个淡气落后了0.3之后 后面就跟住了重的路线 反而是每一个弹射都没有弹射失误 一点点的拉近到了0.1 就是稳定性 今天的黑人明显比重量更稳 但黑人昨天他自己其实也说了 以及我们看他比赛也看出来 他比较慢热 对 前两大局可能要一下子一起状态 在他身上还是比较少见的 如果说能拖到第三局 那才是他的领域啊 这是第一个ECU 中的一个外卡内级内线 然后再到第二个ECU 黑人以同样的方式还不给了重 这边甩断也没有任何操作失误 3比0啊下一张图 老街工地 想要尝试消耗一下对手的图池 顺带的觉得这手老街自己也是有自信的 这有点打对手的王土的意思了 对 而且也没有选择让车啊 不让啊 如果说打图池的话 那这样已经就完全可以让出来的 两个人都很熟嘛 所以想要在场地上面一摸一 但是起步不然还是那么快 王图BUFF的黑人起步先冲了出来 这边路线全歪没弹气这怎么办呢 挑选不了的呀 这里还得再卡一下去 而且反卡了 反卡之后有点僵直 这路线完全调整不回来 不接CW 黑人在这一张图的稳定性还是比较高的 2.3秒 天哪有事啊 今天这境外赛区的战予有点 结色有点快了 是有点快 而且黑人今天的心率 他太常稳定了 我去这对于黑人来说是一件好事啊 这是在争夺总决赛的名额的比赛啊 他能做到如此冷静 自豪不慌 在最熟悉的老街工地回顾着自己 在这些亚洲杯当中出现的问题 以及凭借着这一手老街工地完成的翻盘 又有这路线的歪 稍微贴死一下部位 但距离不够远啊 可以容许他慢慢调整 只剩这个转一点门点 转过来 只要不失误 那就没有任何失误点了 没有失误 这边蹭到喷 最后的一个ECU 黑人要拿到第一回合的局点了 1分34秒47 4比0 节奏有点快 这个 对于昨天上了一天班的我来说 我有点 有点不适应 4比0的开局 对 我见过 尽管赛区的4比0 那没见过 对吧 1分我见过 黑人的眼神 非常的坚定啊 因为他们心里特别的清楚 这一场比赛 他们必须得拿下 对 如果说不拿下这场比赛的话 他们接下来 如果说还想再进入到我们的总决赛 他们将要面对的是谁 面对的是我们中国大陆赛区的选手 交叉对 对 这就有点难度了 就是我们第二场的败者 以及我们 第四场的胜者 不是宁静 就是狮子 对 这可怎么打 难度系数拉满 前四张图 都同车的情况下 而且消耗了重不少的地图池啊 那要不要选一张图来把这一分给放掉呢 选一张图放掉 对 然后顺便把黑人的车看能不能骗一骗 然后把优势带到下一局 就像风云啊 乌山 乌山 乌山会不会太明显 那这是最直接的选择吗 要是黑人也让呢 那就两个人拼硬实力嘛 大不了再来一首吕布 四比零啊 而且这一整局 基本上两个人没有怎么碰面 起步之后也没有对抗 啊 这边第一圈还掉了下去 想要去极限的蹭喷 那黑人这里其实脱接 本身在这里路线就已经不好的情况下 也顶了复位 让众拉进到了一秒内 啊两秒内 啊 一号公路再次选了出来 而现在这张图对于钟来说 在本阶亚洲杯还没跑过 对 但我觉得这张图它并不陌生啊 而且昨天弹仔给我们 展示了教科书式 教科书式的刘毅 你两个一 最后终点线前还直接反超 蹭到一个喷 那个时间点是掐得刚刚好的 起步 C.W过来两个人的距离还是很接近的 有卡位 对 这里要注意流喷 结果后完成了反超 黑人走到上面 黑人的小喷 两个小喷 应该都丢了 车弹射 踩一下刹车 入弯黑人比较靠左 他还是调整了一下 C.W两个人都放了 这两个人一个往右歪 一个往左歪 但这边蹭到了之后 氮气延续似乎断了 中的这个氮气可以不开的呀 但这个意要留吗 中不留 不留的话 那后面可能有点危险啊 0.5 银河之光还能吃一些被动 但是仲晓凭借着自己 这创造出来的优势 尽可能凭借操作拉开 还必须得先靠自己的操作 把比分 把这个距离拉到0.3左右 这里要准备一样 这里又运回来前面就有点慢啊 卡位卡到 黑人拉了一个侧身 把车救了回来 要突破到 这里要撞吗 撞过来被撞到 最后黑人要 5比0终结比赛 第一场 5比0 5比0 这比分 这在境外赛区 可是相当罕见的比分啊 而且5比0 5分 全是同车 接着要来到我们的第二大局的重 是不带有任何优势的 对 虽然说地图消耗了一张老杰工地 这个老杰工地吧 选出来我感觉它就是为了自己要打的 反而是你看下雪山之巅 这两张图 这两张图都是在消耗他自己的王图啊 是啊 恭喜黑人 有比0 非常迅速的比分啊 先拿到自己第一大分 好快 这就是亚洲速度嘛 看来 看来是之前的赛程都没有今天这么重要啊 决赛门票 谁不想要 第一张门票 黑人表示不装了 而且他今天的操作依靠稳定 无论出现这个老杰工地以外啊 但也是明跑了这么远的距离给到了15 是的 重要 他在该稳的时候都能稳 以及这个ECU挥过来之后 其实路线是非常歪的 但凭借着一个侧身 把自己的路线给调整回来了 这一撞撞到了这个墙角上 哇 开局5比0的这个大比 人家境外赛区 换做昨天之前我想都不敢想 是的 我觉得在哪一个赛段啊 出现5比0都很少 比较难 嗯 你如果说 再往前 你看一下16进8 8进4 对于境外赛区而言 都还有一点点的实力的参差 嗯 对吧 但是来到我们今天争夺总决赛的门票的这一场比赛 这两个人一定是属于境外赛区最拔尖的两个人 是的 黑人和重其实在上一场比赛 两个人solo的情况下打的也是难选难分啊 但是今天的这场比赛很明显 重的操作会有一点点的着急 而对于黑人而言 他在后追的过程当中 我们在看雪山之间的全球视角的情况下 他就是不急 而真的就是跟住你的车 凭借着你的操作失误给我创造的机会完成反诈 这五将图他跑得很快 但是他做到了在单挑当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吻 先吻再说 而且就凭借着这一个吻 打着重毫无招架这个地方 是的 就两个人比极限性 黑人可能在很多弯道上面也做了心思 但很明显地感受到在一号公路这张地图当中 黑人在一些入弯上面的角度掌握 其实过弯还是慢了一些 但是几次的卡位 包括ECU的使用 也确实将这个地图发挥出来了 包括后半段当中的这个冲撞没撞到 而且你想 你让我现在回想一下 这五张图他们中间都发生了什么 嗯 我感觉拼拼武器 就包括黑人 对吧 五分都是他拿的 守卢广寒被中掉了 而且最刺激的是哪张图 雪山之巅 对吧 整张地图两个意思有两波卡位 那两波卡位第一波卡位是重赢了 第二波卡位是黑人赢了 就因为黑人在最后的关头卡位卡赢了之后 才能拿下那一分 最激烈就是那一张图 其他的几张图看下来 真的就是一个字 稳 而且黑人在第一大局打完 就我觉得今天他也找到了胜利的答案 面对重啊 其实他也不需要做其他太多的极限之类的 他前期找不到状态的情况下 那就拿稳去打 稳就好了 对 起步能争就尽量争 争不了的 就跟着 只要跟着 重在现在还没找到状态的情况下 就有可能会给到黑人机会 现在对于黑人而言就是拿到了第一大分啊 第二局可以看一看对手的选途是什么啊 好 留一辆车 打一打 破人 同车 重新版主 哎呦 首途选到青人春啊 这的确是他的地图石 但是选出来的话也还是打同车 翻掉了十一层 班图应该不会有变化 重这边要变一下吗 鱼欧天赋 不要换吧 我 我